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21届杰出校友郭迎兰 致力于关怀弱势的慈善家郭迎兰 是师大教育心理学系校友 1956年郭迎兰诞生于屏东县 后来考上师大教育心理系 受惠于师大老师的眼教身教 奉献关怀他人的精神根植他的内心 1986年师大毕业后考上少年法庭关护人 关怀引导犯罪青少年 41岁的郭迎兰遭遇巨变 儿子周大观患上癌症而病逝 他决心成立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1997年起推动全球热爱生命系列公益活动 关怀全球30多万名弱势癌童 并且设立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表扬全球402位生命斗士 此奖被国际媒体誉为生命诺贝尔奖 2000年郭迎兰成立大观免费法律服务中心 为青少年及弱势家庭免费排解医疗纠纷 郭迎兰至今仍然以奉献关怀他者的精神 持续支援和关怀弱势朋友 将爱子热爱生命的勇气化为大爱 开枝散叶到每一个困苦角落 为弱势发生让爱的回圈绵延永续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只要你去勇敢地克服他 一定可以走出这个困境 祝福大家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21届杰出校友 郭迎兰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希望学弟姐妹们毕业之后 还能秉持众生学习的精神 只要你努力 一定可以走出美好的道路 另外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要想到 其实答案就在问题的旁边 只要你去勇敢地克服他 一定可以走出这个困境 祝福大家